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3月14日 星期日 我們關注中美問題 香港的時事也說了很多 中美方面 隨著拜登上台 中共一度以為 他們可以喘息過來 但是 關乎最近一個月的表現 拜登可以說是 完全 超出中共的想像 他們之前的評估 對於拜登就是 在很多方面都對中共軟弱 他們有一部分是看對的 但是也有一部分是看錯了 我們可以看看 特朗普 在這幾年內 他使得很多美國企業 蒙受重大損失 美國的既得利益者 是沒有辦法 在中國獲取 巨額的利益 又或者他在美國方面 投資的美國公司 協助到很多中國公司去蝕取美國 這個技術 我們看看現在的拜登 在兩個立場方面 站得很硬 在網絡安全 在國家安全方面 他站得很硬 尤其是對於中國企業 因為中國企業 是真真正正正的威脅到美國的安全 當然對於美國公司投資 是另一回事 現在 禁令 好像有部分的 這個投資禁令 是暫緩執行 例如小米 例如有部分的 TikTok 好像就有放生即將 但是 對於華為 對於海康威視 對於中興這些公司 他就可以說是趕盡殺絕的 因為這些公司 已經是 很多 各方面的情報 或者在他們 他們手上的 手上的資料 都是顯示這些 直接威脅美國的國家安全 所以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 FCC 在星期五把華為中興等五家公司 當然包括海康威視 做人面識別技術 海能達 中興這些公司 把這些公司列為 黑名單 指他們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我們說之前記得 支持 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目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後備星期二日報 月費贊助 美國 在保護他們的財產 保護他們的行業 其實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的 我們舉的例子 就是和諧客機 因為這個英法共同研製的和諧客機 比普通客機快很多 快接近兩倍 甚至乎接近三倍的那個時間 在人家 本來要飛12、13小時的時間 四個多小時可以飛到 其實對美國的航空業或者對美國 構成很大的影響 所以美國人出怪招 出陰招 用環保 用很多種不同的方法 去限制和諧客機 使得和諧客機 被迫停產 甚至乎停止運作 美國為了保護他們的 知識產權 保護他們的產業 可以說是甚麼都做得出 而這次 他們看到剛才上述的那幾家 被點名的包括華為 中興 海康威視 大華技術和海能達 5家公司 2019年 一條法例要求FCC找出哪些公司 正是生產通訊儀器 或者提供服務 會對美國國安 國家安全 或者美國人的安全構成不能接受的威脅 FCC的聲明就說 這個名單 提供了有意義的指引 隨著下一代 網絡在 全國的鋪建 確保不會犯過去的錯誤 將會危害美國國家安全 或者美國人安全的儀器引入 這些公司 當然是 不能夠讓他們進入美國 對於華為的打壓 其實美國 是可以說出盡力 因為華為應該真是深深地威脅到美國 在這個 IT 和科技 在通訊設備方面的領先地位 這個可能是真的 因為中國 大家想想 中共 其實是傾向全國之力去扶植 某一兩個產業 而這幾個產業 甚至乎簽了美國 當然美國未必全部跟著 不過 他覺得 這個通訊方面當然不能夠讓你 中共獨大 甚至乎讓你中共佔據那麼多的美國的市場 好像華為 周圍的鋪線 他肯不惜工本 虧本來做 美國公司 正常公司 任何公司打他不贏 因為 沒有人可以貼錢出去做生意 除了解放軍 除了中共之外 我們也說一下 現在中國 本來是期待拜登上台可以放鬆對中國 尤其是華為的打壓 但是現在看來 華為 也很難搞 很明顯現在華為 是面對一個 沒頂的危機 因為 他 現在連最基本的零件 也不可以賣給華為 那麼 華為 也意味著 有幾個大企業就是瓜分了華為市場 第一是蘋果 所以蘋果是最大的受益者 第二是Samsung 第三是小米 當然 小米也是 有一個禁令 投資禁令 我們看到華爾街 好像拜登對於中共的中概股有鬆手的跡象 例如 當時騰訊 不准交易 然後就是TikTok TikTok好像有一點放生跡象 在這部分的 股票方面 或者在金融方面 他就有一點鬆手跡象 看得出的 但是 在知識產權 科技 貿易方面 美國 應該就會走回之前的策略 就是 特朗普的路線 可以看得出 現在中美貿易戰 這個戰火 加上科技戰的戰火 可以重新點燃 甚至乎 有機會比以往演得更加烈 因為 拜登上台之後 可不可以好像以前那樣親共呢 又或者拿回以前的好處呢 我們覺得 拜登背後 是有不止一個勢力存在的 極左的勢力影響到他之餘 一些既得利益者 一些科技巨頭 他們也是影響著拜登政府 當然背後還有克林頓夫婦 希拉里克林頓 還有奧巴馬 還有佩洛西 有不同的人影響著 操縱著 甚至乎在後面 是成為了 控制拜登 所以 拜登即使要親共呢 他的話語權也是十分之薄弱的 所以 這次 中共也是寄望拜登 上台可以為中共鬆口氣 其實是落空了 他們 他們 寧願 大家都知道是很嚴重的 他們放不下面子 但是他們也要去阿拉斯加 遠道去阿拉斯加 拜見國務卿 新的國務卿布林肯 以及國家安全顧問 他們派出楊潔篪 以及 王毅 走去人家的地方 大家想想 人家 是回家的情況下 訪問完日韓 這個是回程 就是阿拉斯加 接見你們倆 可以看得出 現在中共手上可以打的牌 越來越少 也 他們覺得透過拜登上台可以令他們 重歸舊好的美夢 他們也完全落空 我們看看 在軍事方面 因為 通訊設備 這些科技其實都是跟軍事有關的 如果你的設備很先進 尤其是 通訊 5G技術 如果被華為入侵美國的話 對於美國的軍事部署也很危險 你怎麼知道他會有甚麼後門程式放進去 將來 美軍的每一舉一動 全部被中共監視 現在我們看看有另一個報導 北約盟軍 前總司令 美國海軍上將 斯坦福利斯 斯坦福利迪斯 在日本媒體 讚聞 意思就是美國的 現在拜登 他們已經訂立了一條最新的紅線 就是 如果 中共 解放軍一旦武力犯台 又或者侵擾一些 巨領土爭議的離島 包括釣魚台 最主要就是 美軍 將以軍事行動回應 這個上將 在華府智庫大西洋理事會近日刊登的文章 然後 更加說了 這個叫做更長電報 為美軍在東南亞各地全新的部署提供了重要線數 這篇文章提到美國 應對大陸採取圍堵 阻嚇和戰略清晰的路線 明確表明有一條紅線存在 就是全面展開自由民主對抗大陸威權擴張的意識形態競爭 這個已經上升到 意識形態了 即是意味著 現在未來美國 跟中國打一場科技戰 是 最終有機會以軍事行動 解決 因為大家都知道 大陸基本上在近幾年 滲透全世界 各行各業都滲透 包括財金界滲透 科技界滲透 IT界 通訊 當然 通訊 其實就直接 關係到國家安全 所以 這個通訊方面 美國是 不會讓步的 關係到 戰略 打仗一定要通訊 現在美國最新的紅線就是 一旦 共軍夠膽 侵台的話 就一意味著一定有仗打 這個也是 警告大陸方面 當然拜登現在 後面的人動手 除了在貿易方面 因為貿易戰 好像不會停止 中共打算有得休息 他們的算盤打錯了 那麼 結合到 這個 有貿易 以及科技 結合到軍事 可以說 接下來 中國的日子也挺難捱 面對美國的那個壓的 那麼我們 其實也是 覺得這個是我們也希望 出現的結局來的 老實說 如果 純粹由拜登作主 會很大機會跟 中共做生意 繼續賺好處 但是現在 很明顯體力 就不是拜登作主 這一節 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拜拜 拜拜 祝你